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本宫这里来不来都是一样的 妾身知道 多谢娘娘提醒 说起来 本宫与蓝王妃多年前就相识了 只可惜各居一处 一年也难得有一次见面的机会 如今倒是天天都能见到蓝王妃 是啊 妾身记得初见娘娘的时候 娘娘还只是一个答应 而今却已是众妃之首 相比之下 妾身却是成了无依无靠的扶平 事实无常 指的不就是这样吗 至于说无依无靠也不至于 蓝王妃如今在宫中住的 也十分惬意 话虽如此 但无名无分的 妾身怎好久住 早晚是要搬出去的 除非 除非什么 难不成蓝王妃还想在宫中变得有名有分 妾身有想法又有何用 此事又由不得妾身选择 欲娘娘说句心里话 妾身真有些怕去外面 外面那些不堪入耳的传言 娘娘想必也听说了 妾身 时不止以后该怎么办 皇上对蓝王妃的事向来尚心 想必会替蓝王妃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 让蓝王妃可以不受流言影响地度过后半辈子 流言无处不在 哪里是说必就能必的 再说那 那也不能算是流言 蓝王妃此话何意 其实妾身此来 是有件事想要求娘娘 还请娘娘 开恩应允 蓝王妃有什么事尽管说就是了 何必要跪下 月秀 快扶蓝王妃起来 事到如今 妾身也没什么好瞒娘娘的了 其实妾身与皇上曾两情相好 互诉中场 听蓝王妃的意思 似是觉得皇上之所以不测蓝王妃 竟是本宫阻挠之故 其实测不测妃的事 是皇上说了算的 本宫也没在皇上面前说过蓝王妃的任何不适 蓝王妃实在是求错人了 娘娘虽没说 但亦没有赞同的意思 妾身与皇上自小相识 感情一向甚好 只可惜 妾身年少无知 辜负了皇上 幸好上天给了妾身弥补的机会 还请娘娘成全 你这般说来 本宫若是不成全 此事倒成了本宫的不是 妾身不敢如此想 只是想请娘娘 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 成全了妾身与皇上 测不测妃是皇上的事 只要皇上点头 测蓝王妃为妃 为贵妃 甚至为皇贵妃都可以 本宫无权也不会去干涉 但同样的 皇上测不测蓝王妃的事 也不是本宫说了算的 只要娘娘与皇上说一声 皇上就一定不会再有顾虑啊 本宫只能够告诉你 本宫绝不过问你的事 好了 本宫有些乏了 蓝王妃请回吧 另外本宫这里 往后也不需要来请安了 奴婢真是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居然可以把那么不要脸的事 说得如此理所当然 实在是无耻至极 她一心想要留在皇上身边 却又得不到名分 觉得是我阻碍了她的路 所以才对我百般哀求 使名分早些定下来 她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份 都说猎女不是二夫 她却如此不知廉耻 不管她如何 你们在她面前 该守的礼仪还是要守 别被她抓了小辫子 主子放心 奴婢才不会给她留下把柄呢 主子 如果将来皇上真的要难兰王妃 咱们该如何 还能如何 她是皇上 爱封谁封谁 我能管得住她吗 奴婢也知道 只是这事 实在太委屈主子了 只希望皇上 千万别被那个女人骗了 主子 小辫子刚才传消息回来 兰妹儿好像中毒了 宫中都在说 是主子您将害兰王妃 主子 她肯定是因为上次您拒绝了她 故意栽赃你 兰妹儿中毒一事 有太多怪异之处 近日有没有打听到其他消息 奴婢听说 这些日子 兰王妃与瑞萍走得极尽 瑞萍为人阴险 也许这件事 就是她出的主意 此事我自会地方 我倒要看看 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主子 消息有误 兰王妃并非中毒 她是发起了疯癫 之前说是中毒 怎么这会儿 又变成犯了疯癫 据一昆宫的侍女说 兰王妃用晚膳时 还好好的 一转眼就成现在这副样子 连太医也诊不出问题来 太医怎么说 太医说 兰王妃迈向一切正常 所以可以肯定 并非病症 或是中毒所致 一昆宫那边人说 瑞萍娘娘怀疑兰王妃 是被什么掩住了 掩住了 随我去一空宫 看看她到底在耍什么把戏 不许过来 谁都不许过来 兰王妃 你在说什么呢 皇上怎么会害你呢 来 听本宫的话 快些过来 你们都走 都走 别害我 别害我 救命 皇上 梅儿 你看看朕 你到底怎么了 太医查不出病因 或许多了 或许是有人不喜欢朗王妃 所以以莫名手段加害 之前不是说 之前不是说有人要害朗王妃 这件事西妃应该很清楚 娘娘这是何意 本宫只是说出自己知道的事罢了 并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西妃也不必多心 现在最要紧的 是将她从这种状况中解救出来 否则一直这样下去 臣妾怕她会做出伤害别人 也伤害自己的事来 太医院这一圈饭头 这样下去 不知朗王妃会闹成什么样子 实在令人担心 不要害我 求你 不要害我 看来朗王妃是真的被什么掩住了 臣妾只要一想到这宫里 有人用如此手段 就感觉毛骨悚然 皇上 依皇后所见 该从何查起才是 皇上不觉得兰王妃跪的方向 有些奇怪吗 那边好像是西妃的城前宫吧 皇后娘娘这话的意思 是说这事是我做的 本宫可没如此说 只是兰王妃既然害怕那边 从那边查自然最好 西妃觉得呢 爱妃 你可同意皇后的话 先查你的寝宫 臣妾自问 不曾做过任何害人之事 不会畏惧任何搜查 不过皇后娘娘一张口 就说搜臣妾寝宫 对臣妾似乎有失偏颇 又或者皇后娘娘心中 早已认定了臣妾 就是失眼术的人 若兰王妃跪向的 是本宫的昆宁宫 魏政清白 本宫义会同样提议 先搜查昆宁宫 皇上 若西妃真问心无愧的话 不管是先查是后查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与其来回奔波 倒不如先查眼前的 也好早些 洗脱西妃身上的嫌疑 你说得也对 好 就先搜承前宫 既如此 请皇上和娘娘一步承前宫 看看是不是臣妾 在装神弄鬼